才过两年,美国电动车战略就已经失败了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啊 2021年时,美国对新能源车的态度相当暧昧 当时,白宫发布了基础设施计划 对美国交通科技等领域大把大把的撒钱 其中,单单对电动车就狂甩了1740亿美元 豪狠程度让我们看了都行惊 难道美国这是要和中国竞争电动车的地位? 事实还真如此 刚撒完钱,拜登就出来作秀了 他对着美国民众说 美国有一个宏伟的目标 那就是新能源车要渗透50%的市场 2022年,美国电动车卖得非常不错 全年卖了接近100万辆 增速高达50% 拜登当时就出来邀功 他说,美国需要设立大胆目标 把市场份额从中国手里夺回来 不得不说,美国的野心真的大 了解电动车的都知道 中国在电动车销量和技术上都是世界第一 但是我们对2030年新能源的渗透率目标也才50% 再看看美国 他们没有电池产业 更没有电动车制造产业 确赶定下和我们一样的目标 很明显是在向中国发起挑战 这是在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后 第一次公开说要把中国制造业抢回来的领域 电动车已经成为美国制造业的立国战略 为什么美国这么勇 敢在电动车上挑衅中国呢 还别说,人家真的有法宝 他们虽然没有电动车产业链 但是可以骗呢 骗谁的呢? 肯定是最听话的日韩了 美国发布电动车计划后 他们一方面在国内拼命搞电动车产业 一方面找到日韩企业 请他们去美国发展电池 并且许诺只要在美国建厂 就可以享受补贴 韩国三星、LG、SK等企业 一看还有蛋糕可一分 就特别积极 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强占市场份额 生怕被日本和中国抢先了 因此在两年内 他们就与美国汽车巨头 合资了七座电池工厂 然而美国做的蛋糕有那么好拿吗? 果然双方还没合作多久 美国车企却以安全作为理由 要求韩国企业提供机密信息 一开始只是测试数据 后来就是要求提供电池详细参数 再后来干脆撕破脸皮 直接要求韩国企业分享技术参数了 这可怕韩国吓了一跳 这些信息都是核心技术 如果提供给美国企业 那不是分分钟就能逆向工程了吗 这和当初美国芯片法案不是一模一样吗 先拿点钱给你尝尝甜头 等你投了钱就耗你的技术 因为做的实在太过分 韩国媒体和网友都被惊动了 在网上怒骂美国 但是有用吗 我的军队都在你老家呢 你还敢反抗吗 于是韩国就被绑上了美国的战车 有了韩国电池的支持 美国这才有了勇气 向中国发起挑战 美国真的能成功吗 当然不可能了 别说超过中国 美国电动车立国战略 没撑过两年就破灭了 2023年10月 美国电动车销量突然下滑 单月只卖出去9.9万辆 然后是11月份 全美汽车经销商给拜登写封信 说电动车都卖不动了 不要再折腾电动车了 接着是12月 美国通用福特和特斯拉 同时宣布暂停电动车扩产计划 流水线上的工业机器人 都得慢点打螺丝 通用汽车还公开说 美国地区有1500多家经销商 选择放弃售卖电动车 这还没完 连日本也背刺了美国一把 日本知名财经媒体发布 美国的电动车立国战略 走死活动的文章 里面竟然公开唱衰美国 说他们的电动车立国战略即将失败 这就把所有人给搞懵了 美国可是撒了大把钱补贴的 而且产能也还跟得上 为啥就没人买呢 其他人为啥也不看好 美国电动车崛起呢 这件事其实是被美国两党党争给害的 很少有人知道 美国其实是世界电动车的发源地 他们有四次机会成为电动车王者 可惜都让自己给祸祸没了 第一次是在1970年代 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电动汽车 试用法令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出面 推动发展电动汽车的国家 所以美国电动车产业 很早就诞生过飞山牛的企业 比如美国塞百林公司 它就像比亚迪一样 是美国最早量产电动车的企业 他们旗下的小型电动汽车 CityCar总共生产了4500辆 成果非常显著 美国也靠着这波政策 把电动车技术给奶上去了 1993年 克林顿政府一上台后 美国提出了第二版的 美国电动车发展战略 新一代汽车伙伴计划 这次的战略目标更加清晰 不仅要研发新型电动车 还要实现量产 并且在未来逐步实现电动化转型 也就是说 美国在上世纪就提出 要全面电动化转型了 比中国还要早了十几年 而且为了全面转型 美国人可是下了血本 美国能源部亲自投资了 2.26亿美元 美国汽车三大巨头 共同成立了先进电池联盟 用来研究先进的动力电池 同用汽车推出了一款 划时代的电动车 EVE 这是史上第一款 由大型汽车制造商专门设计 并且还实现了 小规模量产的现代电动汽车 有政府支持 有技术支持 有巨头支持 可以说 这是美国成为电动车霸主 最好的一次机会 如果美国继续发展电动车 那么就没有中国和特斯拉啥事了 然而美国党派之争开始了 他们亲自将电动车拖下宝座 2001年 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上台 而克林顿是民主党 两个党派经常相互拆台 在小布什上台后 美国的政策就开始了180度掉头 不仅放宽了环保政策 还取消了对电动车的大部分补贴 这个政策可害哭了 通用等三大汽车巨头 他们为了研究电动车 少说也烧了十几亿美元 就指望着美国政策支持呢 结果你现在跟我说 你不玩了 你摊牌了 不想环保了 那我是继续坐电动车还是不坐了 通用汽车想了想 终究觉得 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的 于是通用连手上的 4000多份订单也不要了 宣布取消EV1计划 所有的EV1汽车被回收销毁 韩磊告别电动车 美国丧失了第一次 登顶电动车宝座的机会 神奇的是 几年后美国迎来了第二次登顶机会 2009年 民主党奥巴马成功当选 他又推翻了小布什的政策 制定了美国第三版电动车计划 这次美国的目标更加激进 不仅要实现电动车量产 而且定下了2015年 达到百万销量的宏伟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第三次大规模给车企减税补贴 就这样 美国电动汽车产业再次活了过来 不仅三大巨头在尝试研发电动车 还诞生了大量的造车新势力 特斯拉虽然成立得早 但是发展最快的也是在这个时期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美国电动车成为全球汽车的风向标 中国为小礼都是这个时期 模仿特斯拉成立的 结果美国电动车企业没高兴两年 他们的政策又变了 这次推翻奥巴马的就是共和党的董王 2017年6月 董王上台没多久就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跟所有的环保说拜拜 紧接着董王又取消了多项电动车税收优惠 放松了对汽车燃油经济性的要求 向着逆电动化一路狂奔 特朗普政府这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 美国汽车企业立马就明白了 这是轮到燃油车的爆发周期了 于是各家电动车企业开始收缩投资 艰难过东 大家还记得特斯拉产能噩梦吗 当时特斯拉Model 3的销量非常好 但是由于产能没办法提升 所以资本市场就看衰特斯拉 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一辆汽车卖得好 说明它就是经受住市场的考验 产能慢慢爬坡就行 谁还没有过饥饿延宵啊 但是美国资本就是威胁要撤资 为啥呀 因为资本从不打逆风局 而美国的政策就是最大的风向标 政府都不支持 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特斯拉面临的压力很大 如果不是后来中国支持 估计特斯拉现在会很难过 马斯克为啥不喜欢董王 这就是原因 在特朗普执政四年时间里 美国汽车电动化转型的速度非常慢 2020年时 全国销量只有25.3万辆 还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 美国错失了最后一次登顶 电动车王者的机会 直到2021年 民主党拜登上台 为了和中国电动车竞争 美国再次拨乱反正 提出了第四版电动车发展战略 这一次电动车战略补贴更大 目标更加宏伟 然而此时已经晚了 美国多年来频繁变更政策 直接导致电动车产业 根本没办法积累起来 电动车三电 充电桩等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 都落后其他国家 尤其是充电桩 它是投资巨大 时间漫长的项目 但它又是电动车的生命线 没有它 电动车就是个玩具 美国由于长年化大饼 又变更补贴 导致美国企业压根不想建设充电桩 2020年时 美国电动车与公共充电桩的比率 只有可怜的3比50 同期的中国则是3比1 这两年 拜登开始补课后 充电桩比率才升到17比1 但是够吗 根本不够 中国比率这么高 大家都觉得充电桩满足不了需求 而美国地管人稀 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汽车 平均每个司机 一天要开车60公里 中国只有美国的一半 17比1的充电桩比例 压根没办法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 美国有三分之二的消费者表示 不会考虑电动车 这也是美国电动车卖不出去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更让美国车企无语的是 美国第四次电动车战略也不保险 去年 董王在一场集会中 公开嘲讽电动车的续航问题 说他的一位朋友开车出门 结果路上给车充电花的时间 比开车的时间还长 要知道 董王虽然下台了 但是他依然可以竞争下一届的总统 现在董王嘲讽电动车 就代表一旦他上台后 可能再次推翻电动车战略 这就让企业很受伤了 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谨慎 美国车企已经被咬了多少次了 印象能不深刻吗 因此 他们对于充电桩投入 远远没有中国车企热情 在中国 每一家大型车企都在努力自建充电桩 就怕和别人同化 但是在美国 三大汽车巨头 竟然宁愿与特斯拉合作 也不愿意大规模投入 这就是美国电动车的困局 可以说 是美国两党的私人恩怨 让美国电动车丧失了霸主的地位 有些小伙伴肯定要问了 党争为啥要拿电动车开刀呢 其实背后还是离不开利益之针 共和党为啥支持燃油车 因为美国拥有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 催生出了很多石油巨头 他们轻轻松松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 当然不希望汽车转型了 因此就通过资助绑定了共和党 2001年的小布什 2017年的特朗普 每一次有共和党总统上台 美国的能源政策 都会倾向于化石能源 也就是支持燃油车 没有了政府持续大规模的补贴 美国电动车企发展的非常困难 以造车新势力为例 中国持续的电动化转型 因此为小李登造车新势力 可以一直获得融资 只要政策不变 他们的未来就是美好的 但是美国造车新势力却不一样 他们是逆风输出 必须想方设法 要让投资者相信 只要他们投钱 就算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也可以实现规模化 因此 投资者对美国造车新势力的要求 更严格 那怎么办呢 画大饼呗 美国造车新势力不断创造新概念 PPT造车 请人帮忙融资 甚至不惜大规模造假 也要吸引投资者的注意 比如尼古拉汽车 因为各项技术评估非常出色 因此它上市之后的市值 一度超过320亿美元 比福特汽车还要高 然而在短短三个月之后 尼古拉汽车就被爆出电单造假 生产能力造假 价格宣传造假 资产造假 零部件生产能力造假 项目进度造假等等 甚至公开发布会上推出的汽车 都只是个模型 尼古拉汽车就是美国造车新势力的缩影 除了特斯拉以外的美国电动车企业 没有一家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这些企业无法量产 那么美国汽车产业链就无法变强 因此美国电动车 不管是在性能还是在体验上 都无法与燃油车拉开差距 国内的电动车 已经向智能化发展 三联屏幕 物联网 智能座舱等等 都是常规操作 想有多少科技感 就有多少科技感 我当然不会去买油车了 而国外的电动车 还停留在电动化上 只有常规的三电 内饰和功能之类的 和油车差距并不是很大 那我还买它干嘛 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美国就是解决不了 因为除了联邦政府内部的 两党党争外 美国各州法律不同 税收不同 环境不同 也导致了美国内部的企业 很难形成跨州 跨行业的产业集群 无法形成合力 全国一盘棋的规划 想在美国实施起来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有时候不只是没法合作 美国内部还会相互拆台 联邦与州 州与州之间的扯皮和落井下石的案例 非常多 毕竟补贴的钱就这么多 你纽约州拿多了 我加州就拿少了 所以在很多时候 谁拿到了联邦政府的补贴 谁就会成为大家群工的对象 如果你的项目做得不够好 那么很抱歉 其他州会联合起来 在国会上攻击你 中断项目的预算 因此在美国搞电动车充电桩 换电等等电动车的基础设施 就会非常困难 成本拉得很高 而这些成本高了 那么都会转嫁到电动车上 最终由消费者买单 所以 美国的电动车战略野心再大 但也只是野心罢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它只能停留在地平线上 看得到摸不着 好了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加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见